我再说一个笑话 有一个病例 多公司病例最近 失业的五个人做 多数招呼 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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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项 动物园在一项 招呼 这些interview 这些叫做 动物园的头子 大家就說 看你的聖書全會保的 職位那種族 那時候的有時候來說 當你都會當聖聖 聖聖沒有聖聖 晃在全境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這就是聖聖 你要做聖聖的 怕還假裝聖聖聖的 就算你會做聖聖 別想做聖聖的 所以就此時 但我沒跟住在這裡 雖然不胖子 也不胖子 也不做生性 有一样不胖子当时做生性忌 跳 跳 一跳 一跳一起跳 跳一跳 这一跳是什么呢? 这一跳是一个自然之神 但一看到已然很像是奖 你把你拄上去,把你拄下,把你拄下来。 你拄下来说,这被人拄着,这被人拄下来说了。 这样的人,他们说,我拄下,我拄下来,我不敢散步。 没有人拄下来,没有人拄下来。 你拄下来的。 有些人都在想, 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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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所以你也想说 外面没人知道 外面真的多 想好啊 想好啊 OK 接下来说这个文章的题目 老子 老马是徒 老子是道 这老子 老子 老子 对这老子 一时一时一时人说的道事不疑啊 可能如百分疑而已 刚刚就等人家的故事 老子 下道德经 那些一年一年一年都不知道啊 有人知道啦 有人不知道啦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啊 OK 接下来 柔子的词诞啊 康诞的词诞 清代断义在这些说文解词的概释 道什么意思呢 刀是属者,省所打野,意思是靠生性的一人,一一一出的罗,叫做刀 在两个字,刀是属,靠生,各一一,内自合作的罗,意思是为属者做的罗,叫做刀 圣经,一说,根本是叫做刀,刀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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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真伯爺說 信爺說 贏了這真的道 我們都要講一下 我們當時中國歷史 修法講南部 我們都知道有個儒家思想 儒家是孔子講的名字 我們有莫家 也有道家 我們來看看 當時這個春秋的時代 春秋末年 阿達是雅鳳奧北來自政的 六八年政的頭政阿威 有出現的老子 有童子 有孔子 然後有創意的這個 有家 孔家思想 也有道家思想 但是 人家講的道理 人家講的問題 是真的 讓我們吃坎坊的 人家講的是 跟我們講的 這個時代已經是倫落的時代了 這個時代是沒有對 沒有人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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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也感覺沒辦法做 也不覺得怎樣 如家的想法是沒有變 是因為當時來 當時破壞 黑暗的中間 想出來的問題 太棒了 我們看著 當人家的心改變 有肚子、有肚子、有肚子、有肚子 有肚子、有肚子、有肚子 沒有辦法做的時代 他在台詞說道德 他說道德 道德 幫助人走好 做好、不走好、不走好 問題是這樣的 人家心炒 怎麼走好呢 沒有辦法 當時人家出來就叫做 老子 老子 是指的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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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個 雞器 我只是想咋咋的 我只是想咋咋 不然咋咋咋 我只是想咋咋 我们要拍照 那些人做生物是麦子的 麦子就开始慢慢 年轻的供物们也过去了 ok 我们来看 老板 老子 老子叫什么 老子传道 老子就几个人 传这道具 你不想要去看 好 好 那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 我可以放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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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琴,琴是邊講的,在中國講是一個邊緣的。 跟琴是蠻蠻蠻的,跟崇根,兩邊都是蠻蠻蠻的,不是中國文化的正宗,可是他又努力征服了這個天下,這樣就建立了另外一條東西。 這條東西確實是根據法家來的,是不錯的。法家跟琴不問基本原理的問題,是說你告訴我,你要怎麼樣一個統治,我就告訴你,我有什麼方法讓你達到那個統治。 那個統治就是一個皇帝在上面能抓住權,但是另一方面建立官家系統一層一層的負責,這是法家的理想。 法家不問你,基本價格問題。價格問題他也不是反價,他也不是說,但是他基本上就是知之不問。我只講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到達統治,穩定的統治。 在天道遠,人道近的中國,人道終於成了兵道,成了霸道,以人為本的自省自救,終於成了以兵為本的自殘自虐。 歷史,歷史應驗的何關子一句無名格言,人道以兵為先。 漢如董仲書,也看出人若不敬天,便無可救藥。 於是,以天人感應之說,嚇唬君王,挽救人性,終究不成氣候。 三國功法,八王之亂,五湖十六國,魏錦南北朝,三百年清風眷雨中,佛教似乎帶來了一線新希望。 連皇帝們也紛紛歸以佛門。然而,一代又一代出家人的巨大前程並沒有改變這個泱泱大國苦難多講的歷史命運。 不,我當然有分別人以太大。 OK,謝謝,太太多你了。 所以我看到, 人, 我看到阿, 我看到魯家的恐怖, 說魯家的人躲好, 沒幫助,沒幫助這國家。 到,他們就不及付錢, 所以为了国家,为了朋友来的提升声,不调为了国家, 不然能把真正的败乱的历史来没有成功。 我最为了说国家成功的,现在,现在, 现在,现在,现在,相比较的是法家。 法家来的就是说, 这些国家来的军医能力就丢了, 但是,你中央的军医能力就丢了的时候, 这些人的惩罚,让人不敢去投币,不敢中派, 总是用法家来去关于国家。 你看来,所有人都不得了, 搞了秦始皇的同意, 六国的时候,都是用法家的思想去控制人。 真正用真正强硬的手段去控制人, 人的不太投币,总是一人等一人,一人厉害一人。 所以,共产党的想象的, 你等我,我等你。 你做台湾的岛,岛的一个江湘,一个好水。 这种法家思想的变形的共产党。 所以,你看到, 中国历史不是罗家的成功, 没资的成功, 原来是法家的成功。 然后,我再来看, 下一步, 我们再来看这个人, 这叫做老子。 古代, 我说是古代的先帝啊, 先帝啊, 他是一只米白的那种老子。 老子, 老子是八尺, 八雷, 雷索的一个自责, 就是地位人。 老子说的, 究竟是暗, 暗黄呢, 没人会说的清楚, 老子, 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是, 老子真的有用的, 无清智的刀隔症。 所以, 这种东西, 其实, 并不得了, 大道的根性。 老子, 让人感觉, 人类是, 道家的, 从开始的人, 其实, 这个道家家家的做法, 才信用到老子, 和骨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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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 后来, 当老子变得一体道教的发信 当老子是太上路坤 老子和他和他和他做生意 没有关系到的 实际上老子是以前的一个传道的人 他说的是道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我会有个帮助 两千五百年前 一位老人骑了头黄牛缓缓西行 来到寒谷关 把守边关的引起见老人气宇非凡 恳求他留下真传 老人写下五千多字 悄然走了不知去想 这老人就是老子 司马迁说 他不知道老子究竟是谁 是李冉呢 还是老来子太子丹 只断定老子 隐君子也 后人们又考究了老子两千多年 到今天依然众说纷纭 末中一世 其姓名 士气 集贯 士吕 行踪 想念 没有一样不成问题 就连他留下的五千多字 也是神秘莫测 大有玄机 说他是一部中国古经吧 他竟然只字不提中国的人物 世界 朝代和地域 说他是一门高深的智慧和学问吧 他竟然自称抛弃智慧 拒绝学问 一句道可道 非常道 似乎谁都知道 似乎谁都不知道 其实老子早已料到这一点 他说 我的话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实行 天下人却不能明白 不能实行 我的话有根源 我的事有主人 你们不晓得呀 这位老子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迷团 OK Thank you So 我看到 人们看到这个video 已经解释了 这老子人的 我们明讲 明讲 我们来看 老子和孔子的分别 我们来看 老子和孔子的分别 老子相信 天下 如果没有了这个道 这个道 这个道 很容易 理法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 大道 必须 担心 他说 大道 道 没有了 这些东西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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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 说 他的海洋 都知道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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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这是 他的东西 不可以 真的 你 硬 他说 他说 有信念大道和地管的土地的形態 建立了上古的道理有早在做生老的道理 和百合法的事情 因為有道有分店的荷蘭 有比善的心 還有靈略來生存比善的行為 沒有信念大道只是主人便滅亡 老子那種的方法是孔子母的 我們先來看 我們有分別的 各位要求的老子我相信 大道沒有了 又不是雙香了 不是滅亡了 但是當有無名或是無存在 大道和驚人的相關的 無編條 雙香和人在山上 可以在山上 應該在山上 對山上的山上 他說大道和驚人 是無形為 其实是无所不畏,无所不畏,无所不畏, 这就是驾到我们的四周围, 才能够随身为人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就是无所不在一处, 无所不知就是无所不在一处, 无所不在一处, 但是古早和驾到这一面, 从来无所失去, 好久人们会看到半月的地币, 好久人不怀疑, 好久人不怀疑, 我只想知道半月的地币, 的情形是有这个道来的, 看到老子对道那样的乐观感, 有信心是孔子不想的, 孔子说大道萤莫了, 孔子说道无意了, 就是海灾了, 无变了, 他要用人的办法去做好心, 老子和孔子的消化不想, 无所不想的, 无所不想的, OK, 真正面白的老子是秘道的人, 不是我所秘道的人, 不像孔子是希望道, 真正爱道而已, 老子希望的人的教, 提及人的灵感, 有合议, 有联合出来来, 在苏少, 他们会认识到,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参照的一些影响的影响 我们在讲话中 孔子是用人间的核心的藏面来应付人间的大致 我想它撇去太阳子、影响整个宇宙的Solar System 来处理 ANY走根性的维声, 温馨加炎化的坚果的问题。 中国古国家的大渠只是这样一样。 旧古国家的人相信上帝上是信, 还有爱人给人的利益, 网友养之有冠维, 全水整体了。 从这种必要表现hole, 就堵了这个管道 无想到老子 自主坚定的去堆求金的管道 做老子的管道 适去的规划出来 这是老子的孔子无想的口诈 让我讲话一讲 老子孔子有无想的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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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只说你会得到导人 接着有惊到在导人 不当然不是由他认为他的阿家和他的好行为 比孔子管得正 那是他实在很疼美 看反抗自己 很清醒 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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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小岁的东西来修 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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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人家的经验 所有人都带到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好的力量 但这些东西是什么 最重要的事 因为老子还比老 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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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方法,猎吃果味就是没得性的 any means, 逅不散不散就是,没得堆铁堆铁定的地形, 顺地之责而是有福的,这是老子之学, 这个是老子会哔着,老子响着你 老子说的是柳依,只是柳柳的,堅柳的, 簡單來說是,他在到來人間,就聽到,聽到,聽到的音樂 老子用人的聲音,用人的聲音,把他有的音樂,把他聲音樂出來,來表明出這個,到的音樂作品 這就是老子和孔子相,孔子和老子,你講我,我自己人對得到,我自己人真的看過了 這就是我們做文件,做比較了,老子經不是這種,是經孫了的,然後就來看,為了 兩千多年來,據環太平盛世,竟無疑不是遵取了老子之說 這是純粹偶然的巧合呢?還是內涵著某種神聖的敵人? 兩千五百年間,幾位尊老子之說順天道治國的皇帝,難過了僅有的幾百年輝煌時代 文景之治,光武中心,真貫之治,開源之治等等 春秋戰亂,清朝暴虐,楚漢之爭,六百年後難之後,學士陸甲向劉邦見言 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靜 然而,直到劉邦之子孝文帝,在酷愛老子的窦皇后和老丞相陳平,曹生扶助下,才專以老子為師,無為順道 使天下從放肆和躁動,復歸於敬虔和安息 慧文帝廢除了田地租稅,廢除了朱蓮和肉形,廢除了秘密堅持 慧文帝廢說,祝道官在祭祀的時候,只為祂祈求,不為百姓祈求 祂氣憤地說,這不是加重我的罪過嗎? 昔日先王獻祭,從來不求自己的福分 今後祭祀上天,不得為我祈福 民間傳說,甘肅城祭出現一條黃泥 慧文帝立即頒發照書說,怪異神物,不能加害百姓,我要去郊外祭祀上帝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室,園幼,車馬和服飾一點沒有增加 修建陵墓,殉葬品不用金,銀,銅,錫,只用瓦器 沒有高大墳營,保持山川原貌 文帝的遺照說,百姓只要扶桑三天,不得禁止婚嫁,酒肉,祭祀出事 宫女全都放回家 文帝之子錦帝,在窦太后督作下,依然持守老子之說 當時人心淳苦,天下風雲,史稱文錦之職 謝謝 謝謝 再推定了 这比较可能说什么呢 这比较可能说的 中国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时代 各个澳大富有老子的导致 只管理的国家 都是学庭形成的 有用老子的媒体 到什么媒体 叫化媒体 都不太多 这些国家就好了 但是每一个 这些都可以说 每一个 我们用老子的 属于关于国家 这些国家都形成的形成 这就给大家看看 老子说的道是不太多 不是不太多 这些人研究这道德经 研究这道是他说明明 他说的 这些人说道是不太多 用话来说的 他要研究老子的专家 学者 一般上中老子的学生 开始 叫做道可道 非常大的意思 就是说 他说出来 当时永远不变得了 意思是说的 他说的 他不怕 他不能说的 知道也没说 他说也没说 他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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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说 说说了 但是 我们来看老子 不是怎么说的 老子说的 道 是他太多 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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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些五招一招一招 他一招一招一招 他说的 他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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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是真的無限的,我們自己無限的,要記住無限的道,是健康的,用謙避的方法,謙避的謙避的方法記住這個道。 他不是在家的道,他以為這個道發生的情況來考慮。 有些人生意說,一隻人不可能會改變,因為他沒有向上帝的道代的生命來驚。 他沒有要驚到,他驚到是家族的命,所以他不會發生過後,不會結出問題來。 老字是一個人,他以為這個道像我一樣。 他以為這個道,他以為這個道,他以為這個道,他以為這個道理解出來。 老字的道不是,他會聽,他會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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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我們可以繼續說到這裏。 道和上帝的能力。 讓我們看到這裏。 老字說的道,道就是古早的道。 就是我們造成,做真正化妝的這個天道。 老字說,大道迎去了。 不是說,他沒有存在了。 這個道是真正實在的。 古早和驚人都不相反。 看起來,他沒有什麼東西會做。 沒有什麼東西會做。 沒有什麼東西會做。 其實是無所不為,無所不在。 老字,沒有東西會做的,沒有東西會做的。 沒有東西會做的。 沒有東西會做的。 老字說的真正道。 是讓我相信,會驚到一種感。 沒有東西會做的。 沒有東西會說的。 沒有東西會說的。 有東西會說的。 完全跟我們說的。 有東西會說的。 有東西會說的。 所以,我要告訴你, 怎麼會說的。 千萬不要說的。 這老子說的話, 還會覺得, 人們的小股頭的道教是放進來的。 道教是如何拿到老子的道德進去發展變成一個中國。 不夠。 有少、有少、有太、有命的,有連善丹、有連企肝, 這個是難也變成了。 老子本身說的道德是一不在道, 是說的道德看來的, 太初有道德, 道與神地同在。 道就是神地。 台湾在过程中的季节用着的道 这道和上帝等在 这道和上帝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讲 In the beginning was a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说什么 他说道呢? 老子说了,都是诗语,是诗语。 是语,是语。 诗语,不见诗语,听语语。 不语语语语。 是这样,百百的这个公明这个文明。 这国,这哲学家,黑歌语,说语语, 这位就是圣经说的耶和华的传言 专称兄弟 这个正名说老子十四教的义四位 三位就是师父来的关门 耶和华 耶和华的发音来 看得不明悲 叫义 听得不明悲 叫义 帮吹吹鼻探 叫做威 我来看这个视频 谢谢 到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论证说 老子的道就是上帝 老子所说 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团之不得的 依稀威 就是耶威及耶和华的相 你会看到老子所说的道具 是不是一个多挑挑的人 比如说 比如说 道是自在者 就是自在者 就是人生前说的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道是自由拥有的自在 不是人跳出来 一间出来 变出来 都是如无公义 因无存在的自在者 道是造化者 它是会持有的人 价斗的人 会来创造的人 造化者 道是超越者 啊 怎么说超越 超越 超越时间 超越人生命 超越人人的知识耶 这有什么人说的 是从未来的万能 道是什么 道是生命者 它是活生命的 这道不生命的 道是歧视者 有什么人说的 我们没有生命的 发病 我们没有生命的 我们没有生命 它就会提供 贴持人 让人明白的 但是 他说的 道是公义者 是公义的 如做沙拉 它有这种路 如做沙拉 如做沙拉 它有学习路 那 老子说的 天王 灰灰 他会输而不漏 就是他说的道 是公义者 人家说的 老子说的道是什么 人家说 老子一言 本身 道是一个 一个路来的世界 做一个圣人的化身路来 他说 这个圣人的 给我们注意 道是一个一个路来 这个道 会变成一个人路来 特别人干 因为 这在做什么 靠这个圣人做什么 所以说 世界所法的 天顶的料 是什么 它的 头下 它是 代表天顶的 王 痴命 它是 头下 人间的 博者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我看到 尊尊想跟 聖经说的 到底天顶是 上帝的痴命 到底 人间 是人间的博者 就是人的 上帝 也所要 你说 圣人的本相 自知 自知 不自见 遮 遮 大象 天下 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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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安 这一段 七万 我说 两个白话 都听了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 头是 人间的 看一看 看一看 一看一看 白话 白话 他说 圣人 他ence 中 有 大 那天下 破天下 都 为了 闺 天下 都 是 亡 未受 有 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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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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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意思是你本身在出現了 新的意思是你本身说 你不是想你读读 但是我认为你读读 我认为自己不会说 我一阴一阵就传这说明了 想想到圣灵说明了咯 我们看圣灵圣人的千将碑一带 知其百 手持黑 知其蒙 爱荣 手持乳 自作弃 而扑着于人 耶稣说话 这一段感觉很简单 这一段感觉很简单 但是这一段感觉是 是在世间的四流 在世间的四流 用很公司的经验 在其中一段感觉 在海洋人的经验 如果他们在世间的经验 这一段感觉就是 世间的经验 但是它没有人的 成为世界人的变化的体制 做世界人人的生命和生命的状态 然后英国的文件 被说,让人对这部分的原因 在这些体制的体制 修了这个感兴趣 只要看水做天下人的帮助 然後永遠的運動 而成長很豐富 我都不意到這個天上的運動 我來幫我來給大家做用無想的人 讓整個性能來做王來用 哇 只剩下人沒有啦 但是我解釋用簡單的語言來解釋 這又是老子說的 聖人的受難的依功成 我來講得對 外其生而生存受 我不想視為天下王 又是說一 阿中漢 一 修康 修朗 是偉都的意思 偉都要做天下的運動 我想跟人家說的話 王子王的意思是 就是偉都來的生間 要來修科 修難 偉都讓人來 偉都讓人來 不是偉都讓人來 有點 D4就是反腐 就是反腐歸症 然後經不算是暗症 甚至少都是 然後小豆的幹部就是 麥不愛乾杯 愛搬鳥 愛鋪著D4 愛做魔衡 加上地合作自己 小豆的B6 經常追的關頭 我們最愛是老子的 這個是老子宮的道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光芒三天 以反文解脫不改變 引起二十年大選戰 直到光武帝劉秀建立後派 再尋老子之說 以柔道治國 始稱光武中心 有人對劉秀說 你小時候柔順和氣 沒想到做了皇帝 劉秀笑答 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柔道 有儒生建議劉秀像漢武帝一樣 封禪泰山 劉秀說 百姓怨其微笑 我這樣做是想欺騙上天嗎 今日我要大赦天下 減輕賦稅 裁減官吕 釋放無必 接下來我的葬禮也要仿照本帝 一切從簡 既任的明帝和張帝 大型三缸六計 好景不長 便引發敗局亂象 隨之而來的是三百年戰亂和暴力 唐太宗李世民痛定思痛 反腐歸真 公元六三七年 下達了孫勳老子 崇尚天道的詐書 這部真冠政要 記下了李世民大治天下的秘訣 李世民說 治理國家就像災術一樣 不去搖晃才會生長 君王清靜了 百姓怎會不安樂呢 老子說過 不誘花人欲 民心就不會亂 誘花了人欲 民心就非亂不可了 李世民又對群臣說 我並誠天命 要至誠至敬的祭祀上天 近代拜五天地 五人地 不是神州道統 現在通通除去 只拜浩天上帝 李世民說 人們以為做了天子就可以為所欲為 錯了 我每說一句話 每做一件事都敬畏黃天 黃天雖然高高在上 卻聆聽悲下者的聲音 我怎敢不恭敬呢 那時 夜不避窟 怒不時宜 詞稱爭貫之志 杜虎有詩曰 至君遙順上 在時風俗唇 五則天篡權 高揚佛法 自以為菩薩現身 卻殘忍無情 風聲鶴唳 引發了九年宮廷殘煞 直到李濃基入主皇宮 復貴天道 大志天下 有長天府 臣風姬 敢照照與浩天上帝 上帝倦佑 西臣忠 比隨內大 虧待勝負 李隆基親自註解老子一書 下令規定世術之家必備 又設立中央學術機構重學學 在京城和各州招生 京讀老子 詩人李白 盜風盜谷 此時被招入京 供奉漢靈院 後來 賜金環山 欣然倡道 問君何意 七壁山 笑而不達 心自賢 桃花流水 茫然去 別有天際 在人間 這就是開源之志 杜福有事為政 一夕開源 全盛日 小易遊堂 萬家事 稻米流至 立米白 公司蒼餅 聚風時 後來 李隆基痴迷楊貴妃 引發安史之亂 盛唐一去不復反 王宮的宮女 從九千人一下子降至一百三十四人 減了百分之九十八掉 宦官從十萬人減至五百人 少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五 金花銀 每年九十幾萬兩 全部減出 支粉錢 每月四十萬兩 全部減出 康熙說 從來與民修行 道在不饒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無為順道 則安邦治國 這個有目共睹的歷史事實 不是極值得我們深思嗎 中國文化的主流 不是天道主義 而是人本主義 與此相應 中國歷史的主流 也不是和平與寬恕 而是動亂與專制 這種文化與歷史的亂中現象 又是為什麼呢 歷史做出了無情的平安 以人為本的自尊自救 到頭來變成了自殘自虐 失了天道的人道 到頭來變成了殘酷的冰島和霸島 而老子無為順道之說 雖不得廣青神州 只拿新之點點 便成就了千古輝煌的奇異景觀 好 謝謝 太久了 所以我現在看到這支影片 我看到這支吵架 那支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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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希望我會有事 令我十分好 甚至是那支吵架 那支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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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吵架 那支吵架 我對手說的 雖然沒有 即是 沒有被人家 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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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支吵架 我们是这样的医学节道,用学习的办法,学习的态度的办法 我们来看,太漂亮了 我们当这个土台当中的学习,这是一个没中的问题 威胁之意,威道之顺 这语言是完全没有想法的路来 土不是去厚来,土不是去厚的 那是土的厚,几乎净,中国人不是有谈到讨论了 这就跟这个历史人们也有来谈到帮助的,因为土不是这样的厚 但是我们说道是修的,道不是学的 但是我们看老子是一种有关于土的学习学术研究 如果设计老子和超越人类理性能力之上的大道意向 如果是理解老子本身说的这跟料一切的关系 我们将老子完全教到有限的理性加上的 应邦邦邦的定逻辑 用逻辑来逻辑来逻辑来的问题 我们老子的道不是在这本乡里能够设计 正式的道和利 您说一般来读辑着了 对这件事是合理说 我们应该说一样,离开东西 我们想说这种离开东西 我们就立马会学习的东西 如果我们说一样离开东西 我们不叫做也离开东西 我们在这种离开东西 所以才能够设计划计划计划计刑 我们想看一件东西 那么离开东西 我们说了波子 哪有特色的寶寶 那也不想外国人 世交不在寶寶 他就是想外国人 是想外国人 想外国人 他大名说 他是想外国人 很多人 我们最后来说道德,这个不是老子说道来的, 我们是用这道德经来加来说道理论是说道理论的, 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说道德,看别的道, 我们用德和德无关, 我们想要通知用德来去德夫人, 用德来去追求过程的道, 后来仍然说道理论的道, 理论和道不关系, 就是价值人当理论来分析, 来分析老子的道, 这是真正道的问题来, 道不是这个理由, 这个合适来, 我们再来说, 这些孔子开始对求道和对求的路, 用路者来解释道, 但是中国的学者不知不觉, 没有感觉影响共产党, 用马克思的主义来使用, 用无神论, 唯物论, 来辩证, 法义, 用这个书相来开释老子的道, 就是以马接道, 就是马克思来接道, 古早有以道接道, 可能不知道, 这个书相已经变了, 在秦朝, 用太义解释道, 违境南北朝, 就是以虚无为道, 就是虚无为道, 虚无为道, 有太极, 道家, 用胡桃, 所以他们用佛来解释道, 良宋以礼, 太极为道, 元明,元朝,明朝, 和清朝, 是用戚来解释道, 明朝和清朝, 是用戚来解释道, 正代的文化, 是用人道主义来解释道, 这个料的学习, 的学文, 用理性来解释, 这个孔子公的大道, 我们用学学习来解释道, 是无人路的, 可以, 让我再来解释道, 医学解释道的老子, 真多的, 哇, 都说不通的, 老子来说, 道的经书, 哪里字啊, 包括有, 繁草, 生能, 婴儿, 宜希威, 奉命, 智藏, 玄空, 無始地, 外齐生而生存, 大威治, 士, 保, 年罪, 自作期, 这一段时间的字都用这个概释来解释道德经是无意义的 如果说的学术,这个字来说是无意义的 意思说道德经都不能用学术,用合适的办法去看道德经 如果讨论的语统,用理论证去讨论的语统 这一段时间的特诗经当作是高数学的语统,特诗经当作是历书的语统 当作诗经,特诗经当作是了解的语统,都发现了信息 语统,都发现了信息,都发现了信息 语统,这边的老子不单单是日本的学生学术性的语统 这边有信用,有信的语统,老子的语统不单单是日本的学生 是天地,观时空,畜生入化的生命之道 语统不单单是日本的学生学术性的语统 只要用自己的语统训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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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语统训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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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话的是如来如尊贵,老子说是如我的, 若未到这样子的,说出出了, 这样子的道德经,变成了一个宗教,变成了一个宗教, 变成了一个宗教,这个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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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kho , 我心里也帮助地位联名,帮助猜练, 来投资来会有燃起来。 kho 了心灵的城市会在联系的, 这个大道的本城市会定了。 老子三道五道在国公都长了, 所以我們會用學問、學問來解釋這個道的道理, 這個叫做被道合成,這個是官僚意義的道。 另外這個影片,請聽老子說, 道是萬物之主,是善人的寶貝,罪人的忠寶。 美好的言辭,固然可以奪取尊榮, 美好的行為,固然使人得到敬重。 然而人的不善,怎能被剔除乾淨呢? 所以,就是立為天子,身為太師,太父,太保,財保無數, 淪華加身,還不如坐進這大道理呢? 古時候為什麼重視道呢? 不就是因為在道裡面,尋求就能得著有罪可得赦免嗎? 所以,道是天下最寶貴的呀。 道啊,道,看不見摸不著的道,你為什麼如此神奇呢? 道,天地之母,萬物之根,眾妙之源。 道,有情有信,無情無為,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敬。 道,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是人的光。 道,太初有道。 道,Logos這個字是一個信息的意思,上帝的話語。 那神的話可以成為宇宙萬有的根基,也成為萬有的規律。 那麼,當代的量子力學,就發現非常重要,就是萬有事實上是根據很多信息的繼續來組織。 這個最主要是從這個叫David Bohr,著名量子力學的大師提出。 所以萬有一個看不見的技術,叫Explicate Order。 裡面都是非常複雜的信息的系統。 信息系統是照著我們看見的技術,就是Explicate Order。 太初有道,Logos,是信息。 然後回到道的字,在中文也用信息的名字,它也是語言的名字。 所以萬有此在那個時候,八萬有此非常奇妙地體會到宇宙最後,是有這種信息的真理的存在。 然後庄子裡面提到道有情有性,從那前問後理,我還可以知道, 庄子心中的神是有威格的。 而這個華川合理,因為中國傳統原本的上行有威格的神。 這個傳統一直到1911年,天堂的傳統就是,上帝是無形上的。 天堂裡面沒有偶像,齊磊殿禮堂,一個偶像的人。 裡面只有一個牌子,叫黃天上帝。 中國祖先本來就上行一個無形上的上帝。 而這個無形上的上帝,在老子莊子身上, 事實上是繼承這個傳統來的。 道,是中西文明真正的深層的交會點。 是人類共同的終極的信仰對象。 道,這個祖先們只像宇宙造化著個信仰用語。 不肖子孫們竟然把它變成了一個象牙塔裡的學術概念。 真是反其道而行之。 可以夠了,不肖子孫。 不肖子孫。 從傳承昏睡中將神中喚醒的第一聲細語。 中西文明的第一次擁抱, 時刻兩千多年, 炎黃子孫們再度讚美浩天上帝的第一首詩歌, 都是他帶來的。 兩千五百年來, 中國第一位具有科學素養的總理徐光啟, 第一位具有民主素養的總理孫中山, 都是他的信仰。 康熙大帝忠心崇敬他, 一度跟隨他的使者步入世界文明的最前沿。 今天, 越來越多的東方人開始意識到, 一個一直被他們所忽略的事實。 這就是, 他們所追趕效仿的西方世界, 其富強、科學、民主, 同以耶穌為基石的基督教文明之間, 具有一種不可分割的生命一體性。 中國,你想要富強、科學和民主吧。 你想長治久安而不再翻來覆去, 和平相愛而不再自殘自虐吧。 那麼, 你就絕不能再照過去的老樣子生活下去了。 你就絕不能依舊只見人道而不見天道, 以人為本而妾獨浩天上帝。 但孤獨蒼茫的老子, 遠遠望見他所期盼的大道化身, 衣衫藍衣卻激勢磅地走來, 腳步像風一樣推伏著人心。 他是多麼歡喜、快樂呀。 毫無疑問, 中華民族慶天、順道、信上帝的古老道, 在二十一世紀交會於耶穌的福音, 必將是天上人間無與倫比的一件事。 中華民族慶天、順道。 OK, 謝謝。 中華民族慶天、順道。 你幾乎百姓, 我看你比我來, 你做什麼事情呢? 你不是經常負責的, 他人說是道教,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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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 都戰利, 有有, 最終 passion說, 好娘好, 也就是看見不�� to be. T! 廳。